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只会让 明白 还有 couldn get 跟文先生及男先生一起谈谈 我们就预算方面有八个建议 不如确图之后大家讲一下自己相关的意见 比如我们也讲到派发电子消费券 希望输减民困 希望不少过5000元的消费券金额 另外也希望可以代表公共操金一个月的情况 希望可以恒常现金津贴计划 这个计划应该维续三年 明年应该会到期 我们希望这个计划可以有延续性 可以一个常常化 另外也希望就住一些差响 也有些欢面 过去也有的 在电数岸里面 都可以围及一些小业主 可以在经济上也有些欢松一点 可以宽散一些差响的情况 另外在一些电费方面 可否做一些补贴呢 特别我们也关注过去一些 都讲过了 例如一个康房住户 本身有些都是在单位里面 没有装到电标 都受惠不到 希望政府都可以多加留意 另一点就是关于一些方仓的设施 疫情都放宽了 一些设施是否都可以转做一些其他用途呢 特别可能都留意一些项目 可否转做青年宿舍 都可以多一些单位给青年人入住呢 还有就是在一个资助出售房屋当中 是否可以引入一些 漸准式按揭的一些计划呢 过去上一届都有结果去做研究 现时来说好像又没有什么特别信息 希望都是在这方面有些研究工作 最后关于一些居住质素方面 有一些新发展区项目 一些交易周园温度的填海 希望可否都提高一些相应的 一些单位的面积 特别可能公屋偏域面积 和资助房屋一些单位的面积等 这个就是我们在今年的预算案里面 都提了八个的建议 之后都会交回政府 就会考虑 不如这样吧 现在和文生和男生都谈一下 你们关注点在哪里 可否都讲一下我们背后的考虑点在哪里 或者说文生先 好的 多谢各位 其实我前几天都出席了一个网上的咨询 都是对于一个财政预算案的咨询 我有几点都想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 一个消费 就是那个再发消费 电子消费券5000元 我想在我出席的一个长的咨询会上 基本上每个都讲的了 无论左中右下上 哪个人士都讲 我觉得是有一个需要 所以现在我们开始復常市面 亦都是叫做暢黄番 但是在这个情况下 如果我们再发放一个这样的消费券 的确对市场经济 零售和零售为主 有一个的速度下 会更加令到我们去快点復常 和快点将经济去上升 这个我想是可以计算到的 当然波叔说到要研究中 我想如果我自己和我的观察 无论是坊间的 无论是出席讯会的朋友 也好 基本上都是一致的 当然坊间有些政党说 为什么又不喜欢 就是说要提出一个 要关注未来基金 我想这个从长远打算 我又觉得值得考虑 但是有些事情 短期要做的事情 有效的事情 我觉得要先做 长期的事情 当然要考虑 当然这个梁若违出也好 怎样都好 其实都是按照那个时势 来调节 不能够一本封书看得到 好了 对于那个代缴一个月租金 公屋租金 那些是我们公屋联会的建议 我们上帝门得出这个结论 我觉得都合理的 因为在我们的角色上面 我们公屋联会的角色上面 为基层 特别是为公屋居民 争取权益 这个就是我们的立场 尤其是 在那个失业率 现在上回去了 但是我们劳苦大众的收入下降 是最惨的 所以在这里 作为一个对我们 对我们基层住屋 公屋居民这方面的 照顾 过去都经常有这个情况出现 今次我们都按照这个 习惯上面 我们觉得 加上现实上 公屋居民 以后者来说 我们的现金津贴计划到明年 就到期了 我们又觉得这个津贴 应该再延续下去 延续下去 然后将它恒常化去做 因为其实 淪后公屋 我们希望时间缩短 但是看来 都比 头重比 还有一段时间 当然我们希望 简约公屋那里做得好些 快点上楼 我觉得恒常化的意思是 其中一个 都帮到一些轮候者 帮到一些轮候者 解决一个经济困难 特别是对一些 非长者的 新一人非长者户 的开放给他们 这个就更加好了 第四个 亦都是我们基层住屋的问题 就是支助电费的问题 我们知道现在两电 通过NGO 对劏房户的电费寶座 都会达到五万户左右 我们觉得五万户 当然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值得表扬 两天也有些社会公益 应该表扬 但是问题就是 劏房户不单止五万户 而且 我们最痛心的就是 除了租金之外 水电费的差额都比正常的差额高 在这里是否可以再做一做 通过两电或政府上做一做 防疫措施 有一个很明显的放宽 经济都似乎都开始是 逐步逐步可能都向好的 但是都在那些西部点 始终都一段时间过去疫情 各行各业影响都很大 最近有些新闻的节目 都说到一些 从事一些旅游业的朋友都要转型 可能做一些 帮忙去检疫 或者是一些检测 或者是一些检测 但是都预期可能 又会再一次失业 我觉得这些都是 过去几年 即是积落了 很多一些 经济影响都很大 你看到很多店铺 没有开门 那些都结业 一段长时间 都需要一些时间去 开始重复回 回复后的情况 所以这次我们都有一些纾困的建议 过去都是做开 例如刚才说到一些免差响 一些消费券 可能这几年都有些措施 希望在今年 如果逐步逐步 所有人都复回正常通关等情况 未来经济做好些的话 希望整体香港的市民都会受益 这个都是我们的建议 南山是否有些 关于土地方面的想法 是的 在我讲我自己的想法之前 我都绝对同意我们主席 刚才所讲的 正所谓疫情就占 叫做舒缓了 但是经济是未安稳的 刚才我们总局事也都讲了 有些朋友以前的工作 因为这个疫情就转换了 但是也都因为开始 通关、復常等等 他们的工作又出现另一次的洗牌 又出现 我们在经常社会里 都接触很多朋友 听很多他们在讲自己的故事 现况 所以整体一些的助力 经济的助力是政府必需要继续的 再看顶些 才去作出一些比较大的调教 都未迟 我觉得 我自己那方面 我想讲讲社区隔离设施 改造青年宿舍这个问题 其实在过去抗疫工作里面 就建了很多的设施 我们有一些叫方舱 当中很多都是急就张 快要抢快来建 但是当中我们 比较高质数的 就在游泥码头旁边的方舱 其实它也有质数的 包括一些设施 包括甚至有升降机 那里我个人认为 在这个时间 都可以真的考虑一下 就补充一些青年宿舍的点板 过去我们在18年开始 都一直在讲青年住宿的问题 当中其中一个解决 或者舒缓的方法 就是青年宿舍 但是过去青年宿舍 都是一直给我们的NGO 来承办 还有建造、营运、设立 开始的时间都比较涌长 现在基本上都落成的数量很有限 既然看到这个方舱 是一个现成的建筑 又有上下的设施 我觉得都可以考虑 把它改成青年宿舍 我们游泥码头 都讲现在都开始慢慢 开始运作 将来这个地区 我想在座都很需要一些青年的劳动力 也都可以让我们的年轻人 靠近这么好的地方 可能他们会找到不少就要的机会 整体社会就是这样 无论是私楼区 无论是公屋区 其实都是出现了一些要住 又要有工作 又有就业的机会 居住环境又要恰当 我觉得可以做得到的 况且这个青年宿舍 我相信也都不会像过往那样 比较是恆常性的 比如说我们可以考虑 用一个时段 例如好像现在的其他设施 一样用一个五年的时间 至少正正就是 我们公务联会一直都讲 我们都看到 就是在来近这十年的时间 我们工营房屋供应量 头、香、尾、重 这个短板的时段 四至五年 广播觉得应该做的 都很同意 因为今次青年宿舍 去年在商务部 或今年年初的青年发展蓝团 都建议 未来这几年 都希望有多三千个单位出来 当然明白 有计划也是想资助一些 机构 可能中用一些酒店、宾馆 但随着通关等的情况 可能都有一些挑战 如果把房仓其他用地 我想在这个方向上 如果转成青年宿舍 可以补充到相关的情况 当然刚才南生说 比如说 使用期方面 始终这个地方 原本是一个规划 是对于商业的用途 就算做也好 我相信都 好像家公公那样 原本的规划也不应该变 可能在时间上 可能就用一段时间 交换相关的用途 但也有一个情况 例如青年人入住 我相信青年人有自己的活力 甚至乎这个计划 本身都要求一些 入住的青年朋友 都有些活跪 在社区上做一些服务 有些正面影响呢 特别是在区域中 青年人会带动做一些活力 在社区 我想都拭目以待 这个方向 我觉得 即使改建也好 规模上 会否缩减呢 都是直接谈的 不一定说 一摆一眼的情况 我自己的关心 可能就远一点 我提到交易州人工赌 方面的情况 虽然比较远一点 但也值得谈谈 因为去年的宣传报告 政府都接下了我们的意见 在资座房屋方面 有个封底 日后在2026-27年 落成的资座房屋 有个最低面积 二百八十平方尺 都叫做 一行一步 相信很多 看到我们影片的街坊朋友 都经常说 我这单位这么小 怎么买呢 百多尺 这单位都买 怎么买得到 下手 这次算是第一步 但我认识很多朋友 都未够 开放式单位 一个家庭来说 都是比较逼 如果有些新发展区 特别说到 一些比较远期 前海区的话 我觉得也有条件 是否可以再进一步 包括一些公屋人均 的偏变面积 会否大些 例如一些资座房屋 会否再大些 我相信值得谈谈 因为 未来应该在 大概2027年 应该会完成到 填海 因为填海技术很快 开始就起楼 可能已经3、2 如果没有结果 应该有第一批单位 会落成 头头尾尾 可能十年内 应该会出现到 这些 应该可以见到 应该可以见到 我儿子可能出来工作 这些都是 虽然好像很远 但说一说一说 都需要去规划 规划要想定 希望政府也要想想 不可以说 居住 虽然数量上要追 但质数都一定要重要 去想 因为的确 我们走出第一步 值得欢迎 但这些步 其实是未够 还要多走两三步 过去我们买之后 房屋可能几位都清楚 是大很多的 居屋其实三四八尺 但好像这几年越来越小 走回头 我们应该要再走上前 应该要大一点 所以在今次 特别访问土地 例如发展局 或财政司司长 整个部门的整合 都要去想想 这些土地运用的情况 补充一点 交以洲 我们全环区议会 刚开了 我部会也讨论了 交预算 各个部门上交代 我个人提了几个意见 都在跟大家分享 一个是由研究到施工 最快是2030年 才能够有火供应 可否把时间缩短呢 这个重要 当然 议会上很多都是说财政问题 我觉得容易解决 大家不用担心 无论放行债捐 卖地这些都可以的 以前团结基金都计算过数 我相信科学 我相信团结基金的计算 反华人提早交楼 落成大厦 其实处方都积极考虑 从技术上可以追到 我觉得要表扬一下政府 这方面 就是部门 代表政府说的 我觉得可以 这个态度可以的 做些落成就做些解决 好 另外一个 委会上有些朋友提到 青年住屋问题 在交易州那里 你可不可以 从城市设计上 放些青年住屋下去呢 我想这个 都是一个方向的 但是如果我们 特别是南副主席 北区大都会的计划上 我觉得 把青年住屋问题 在那里考虑 把青年住屋放上去 考虑都是一个好的方向 我又知道 这些友好社团 发布了一些讯息 要求把竹高湾 成为青年住屋 那个看法跟我们一样的 青年要回馈社区之余 制造大量的就业机会给青年 因为其实 东涌机场 整天都要招聘的 我们的住院工作 比较足够他们多 机管局等等 整天都要招聘员工 当然很多组职位 我觉得这个可以综合考虑 对青年住屋上面 因为我们公屋联会 都提了这个意见 坊间也有人提 我又会觉得 青年住屋要关心的 因为你不解决青年住屋 老实说社会的怨气 都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这里 当然也有些 和一些朋友讨论 你为什么这么照顾青年 我觉得青年政策 是要制定 给他一个机会 给他一个政策 不是给他一层楼 当然是要综合持平 各个社群的利益 这个要持平 但我觉得青年住屋 我就觉得 我们要着墨多一点 是正常的 如果土地通信 可以 房屋的轻建量 又不够顾及的丢街 为什么不考虑 青年住屋 不是顺便 老实说 我一向都批皮 你玩酒店来搞 真的没得搞 加上你復常 更加没得搞 所以唯一一个方向 不是唯一 是我们公公联会的方向 就是对一些隔离措施上 如何主要用途 是不是多些想青年住屋 我想这个是有需要的 甚至乎有些项目 刚才闻生说 比如说 机场 或者高湾 可能近住的 一些游乐设施 如果是一些项目 住一边 可以提供一些就业的机会 其实都可以想想 例如说 走过对面 就已经是一个 就是游乐设施 可能会吸入青年人 可能从事相关的行业 其他方面 比如游轮码头 都开始移动了 会否可以透过 这个改动 又可以吸入到一部分 青年的劳动力 这个也可以不妨去想想 当然有不同的方向 或者社区上 当然有不同的意见 只能够尋求一些大家的平衡点 方方面面都尽量听一些意见 值得去再 始终现在疫情放宽 这些设施使用的机会都少 基本上可能已经停运 不外乎是拆了它 或者是改变用途 这两个方向 不会有第三个 所以这个都值得去 再做一步探讨 和关注 今天和大家谈了 我们自己对裁定预算案的期望 刚才说了 2月22日 星期三 政府发表 新一届政府首份预算案 到时和大家又跟进一下 到时可能会有些评论 和大家谈一下 那我们就先说到这样 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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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